我现在在搭车滚来皇家航空 目前身处为只是经济舱 现在呢 我带你去商务舱 要到航舱 好了 我现在在商务舱了 没错 在这部影片里面 你会看到两个开箱 就是经济舱和商务舱 你好 我是PJ大侠 接到汶莱皇家航空吗 拥有全世界机灵最年轻的机队之一 PJ除了分享经济舱与商务舱的特色 也提供食用汶莱机场入境与签证教学哦 还等什么 现在跟着PJ一起揭开他的神秘面杀啊 早安 女士 女士 这就是帮助典艺术博物航空舱的预讯 YBI 我要搭汶莱皇家航空 标亮 富贵 鸡尾是黄色的 然后大大的RV 桃园机场飞到汶莱大约是3.5小时 就是三个小时半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准备登机啦 飞往汶莱的航机目前使用A320neo 经济舱为左右各三个座位的设计 汶莱主要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 因此一上飞机广播与荧幕会出现可蓝金 现在来说说经济舱有哪些特色吧 三排座椅其实蛮宽敞的 而160-165公分的身高 不会顶到前方的座位 餐桌采用折叠式设计 板子宽度适中 为一般耳机 插孔位于荧幕下方 收音也不错 这个荧幕比领度不同 现在在电脑里 丁 页面里面 它整个零零多呢 这样子其实算是有跟上 然后我发现它很厉害喔 你看有 丁 丁 然后在那边丁 丁 它是流血的 我觉得 很像被死台有没有 很强 有100多部的电影 不过并非所有电影都有中文字幕喔 问来皇家航空的迹象餐 无酒精 无猪肉 遵守清蒸饮食 黑胡椒 它就是海花椒 它用胡椒牛肉饭 软嫩吗 滑滑顺的 它的饭算是 我吃过得非常OK的 因为有一些会弄到太硬 所以它这个 旁边还是很好吃 后来又是这种 糙米的杯子 对 我觉得很好喝的 非常不敢吃 到今天晚上就是秋葵 它加入咖喱 整个打开的时候 那个咖喱比较很明显 到秋节 你一定要用这种表情 然后他就说我把你拍很丑 你都已经oh my god 传统的那种冬瓜馅的 冬瓜馅甜的 冬瓜馅甜的 欢迎来台湾 这是台北的国家 我们下午的 没有 很棒 商务舱采用左右两格座位的设计 一坐下来倍感贴心 热毛巾 耳罩式耳机 菜单 奉上饮料 它的商务舱子里面是非常大的 蛮舒适的 就是那种沙发椅的那种油软度很大 基本上呢 躺的这边是很宽的 然后这里可以成功 这两个按钮呢 我来试 我来试对你来讲一下 然后呢它有很多 在这边的衣服 在这边 红头飞得出吗 商务舱子餐点先送上沙拉 面包与甜点 它有点像外面常吃到的那种 就是沙拉 就是清爽的甜点 我会建议大概就是配面包吃 面条是偏比较软的 但是它带有一点真味 就是我们来语说的 鸡咪 所以吃起来还算不错 是鸡咪 是鸡咪 所以吃起来 你不会觉得太吃了 它比较偏是那种 没有带筋的海味 这一个的口味是比较偏心一点的 它的味道很香很满 真的真的超棒的 我们记得要把它吃完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降落在汶来了 入境的时候要记得 这个入境卡要先填好 还要签名 那之后下来呢 要看什么关键字狗 就是记得看 Arrival Arrival 在哪里 嘿嘿 你看 入境记得先换钱 准备好落地签的20元汶来币之外 护照以及入境卡也要准备好 好我们现在已经顺利拿到我们的行李 用一张图去讲解一下 它整个 整个动线是怎么样 你就会看到一排就是在办入境 然后其中入境的斜对面 后方就是换钱的地方 那换完钱之后 你要去找7号或8号回台 因为那是VisaArrival 就是办签字的地方 但是它上面呢 其实是写着Duty Officer 办好就可以直接出来领行李 非常的简单 这也是好完毕 最后带你走船问来景点 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 也感谢您这么多的有缘人 用我的视野带你领略世界 我是PJ大侠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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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